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11章的迁入式系统 那这一章因为各位也是后续都有很多课 所以我们是个概论就好 概论就是会像刚刚那样很快 好,那迁入式系统呢 我们会讨论这几个主题 输出路、驱动程式、轮循机制、中断机制、启动程式、系统整合 那我们会用新华的Creator S3C2410实验板 因为这是之前那个冯玄平老师计划所卖的一批板子 那时候我有拿了一块来学 那就发现里面很多有趣的事情 好,那迁入式系统这一块是像你要做一只手机 你要做一个微波炉 你要做一个电子表 你要做机器人 其实这都算迁入式系统 那像用Arduino那也是 单轻便控制系统,那迁入式系统 那这种东西呢 现在的开发其实往往都比较进步了 像Arduino你就用一个类似C语言的语言来写一写 就好,上传上去就好 那但是它里面呢 如果你要加挂一些东西 像以Arduino而言,比如说我根据某个Port 我就把它输出,然后我加挂一个LED它就会亮 我让它一下子一一下子零,它就闪烁 OK,那这很正常,但是要到整个整个程式的程度 也就是说我要挂一个记忆体上去 那就比较复杂,我在Arduino挂个记忆体 很少看到这样,对不对 那所以呢,通常这个比较高层次的迁入式系统 这部分会是一个我们更想知道的 好,那迁入式系统的开发过程 像Arduino那个就是把硬体连到板子 个人电脑,可能用USB 可能用RS232 然后连到电脑上之后呢 那你就透过跨转编译器 Close Compiler 什么叫跨转编译器 就是一般我们在个人电脑GCC之后 编译出了就是这台电脑的机器码 像.ese档,这台电脑的机器码 但是我用跨转编译器的意思是 我在这台电脑上编出另外一台电脑的机器码 然后把它传上去 这叫跨转编译器 那两台电脑的机器码是不一样 因为CPU是不一样 那我再把这个二进位挡呢 烧到那个电脑的记忆体 那有可能是用EP-ROM或Flash 这样是永久烧进去 那也有可能是 只是先存在记忆体让你测试用 OK 那你按下重新启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重新启动那个电脑 然后就开始执行 从Flash或EP-ROM开始执行 那这里迁入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输出路的部分 是跟一般程式不太一样 那输出路的方式呢 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是专用记忆体的输出路指令 那譬如说像 In、Out这种指令 但是各位会发现 CPU0没有这种指令 CPU0有In和Out吗 Read和Write 没有 那这样子CPU0要输出路的时候怎么办 这是有想过有设计到的 就是CPU0会用记忆体映射输出路 不会用专用输出路指令 这样可以减少指令的数量 那什么叫记忆体映射输出路呢 就是我把某个装置呢 伪装成记忆体 怎么伪装啊 一个装置可以伪装成记忆体 就是当我记忆体输出是某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装置就自然会接收那个资讯 或者是 它会有对应的暂存器 那些暂存器其实被假装成是记忆体位置 OK 那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像比如说TDR、RDR、WD或In、Out 那些都是一个是测试装置 一个是读取装置 一个是写入装置 这种就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X86里面有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但是呢 X86里面也有用记忆体映射 所以它是混合型的 那像荧幕的部分 X86是用记忆体映射 那但是呢 对于一般的那个输出路负 它是用Port 好 那专用的输出路指令运作方式呢 你可以用TDR测试 有没有资料 再用RD读取 或者是用TDR测试 装置是不是准备好 再用WD写入 好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这不是CPU0 因为CPU0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就帮CPU0 加上那个输出路指令的话 就会变这样 TDRinDevice JEQinLoop 这是在干嘛 一直在等 等什么 等输入装置有资料进来 所以它会在这个回圈一直等 等到什么时候 有资料进来之后呢 它就把那个资料读进来 读完之后 它就把它写到Key这一个位元里面 把读进来的资料存起来 存起来后去看你要做什么处理就可以做 那如果今天这个InDevice是键盘 09代表键盘的话 那它其实当你键盘按了一个键 它就会被读进来存到Key 这样看得懂吗 OK 同样的如果是输出装置 如果比如说 0SF3如果是代表某个 具有资源显示能力的荧幕 当然也不一定要是荧幕 比如说七段显示器也可以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输出 首先测试输出装置可不可以输出了 那如果可以的 如果不可以的话呢 就一直在这边回圈 一样的 那如果可以就会跳出回圈了 就把 就把 把CH 就是这个A字 A字元 把它载入到R1 再用WD呢 把R1里面这个A字元呢 输出到All Device 那这个All Device 因为它是 有显示能力的荧幕 所以它就 会在荧幕上显示一个A字元 OK 好 那 在迁入式系统里面 我们常常会 没有中断 有很多CPU是没有中断 应该是说很多MCU 就是微控制器 有很多是没有中断 这时候呢 你就要用Polling的方法 Polling就是轮询 那 轮询的方法 就是当装置有很多的时候 它轮流的询问每一个装置 那 轮流询问每一个装置 是不是准备好 如果准备好 有资料我就读 有 准备好我就写 这样 那所以像这里就有一个 轮询的程式 范例 首先呢 它in loop这里 然后呢 先清除R1中的词 然后呢 测试键盘 如果键盘呢 有备案下 那我就 如果键盘有备案下 我就 我就把它载入到键盘 载入到R1 把键盘的资料 载入到R1 那如果没有备案下 JNE就是 它TD的结果是失败的 失败的话呢 它就去测试滑鼠 OK 所以这代表说 键盘如果测试没有资料 我就测试滑鼠 滑鼠没有资料 我就测试网路 OK 那为什么叫轮询 就是这样 轮流询问它 所以叫轮询 那这种城市设计模式是 没有中断的 所以一旦有任何一个城市当掉 这个城市就当 系统就当 所以这种迁入式系统 往往是不能当的 一旦你城市有bug 那整个系统就会垮掉 这迁入式常常用的做法 好 那另外一种输出路方式不是用TDRWDRD的 是直接用记忆体 我直接把东西写到记忆体 但是那个记忆体如果被映射到代表一个装置的话呢 它就其实会写到装置 或者是那个记忆体被映射到代表一个装置 它就会读取装置 用LD载入的时候就会读取装置 好 那记忆体映射输出路的硬体设计 其实就是 就是有一个控制器 那个控制器会去观察那个汇流排上面的位置 如果那个位置代表是这个控制器 对应的装置的位置的话呢 它就把它收下来 或者是把它传回去 OK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可以把装置当成记忆体位置在运作的原理 那所以它的做法是这样 CPU跟记忆体是透过汇流排接在一起的 但是事实上呢 你的输出路装置也是跟汇流排接在一起 所以只要CPU的这些位置根本就不是记忆体位置的话 比如说我的机体位置只有64K 那64K以上的那部分 我就拿来做映射位置 OK吧 那所以我就可以把一些位置呢 用装置控制器来侦测 如果侦测到是我的位置 我就读取或写入 OK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计一台简易的电脑叫M0 是用CPU0当处理器 那我们的架构是这样 如果用单晶片的实验版 然后用CPU0当处理器 包含16K的Flash 那64K的RAM 请注意Flash可以永久记忆嘛 那RAM呢是只能暂时记忆的 所以你的烧录的部分只能烧在这16K 那剩下的是随机存取记忆体 是载录 透过这个程式之后再载录 资料到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设计像这样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呢 除了CPU0这个处理器 可能是一颗FPGA烧的状况 那再加上输出控制器 那RAM和RAM RAM是16K是Flash RAM是64K 那这里有一个基段显示器 这里有个键盘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有点像电话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用记忆体映射的方式呢 因为CPU0没有专用的输出录指令 只能用记忆体映射 那我把最后几个位元 FFFFFF00 映射到七段显示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00映射到七段显示器的 GFEDCBA 这不就是这几根吗 GFEDCBA 所以代表我那个位元写1 它就亮起来 我写0它就按下去 OK 好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透过这种方式来写 七段显示器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用 IOI 就是把FF01 映射到键盘 那这样子键盘如果 哪一个键被按下了 它就会变1 没有被按下就变0 但是这种键盘不是扫描式键盘 这种键盘是一对一的键盘 那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都会用扫描式的 好那一对一的键盘就很容易设计了 每一个都给它一个bit就好 但是这也有一个缺点 因为它可能两个同时被按下 两个同时被按下 通常以我们的程式就会指认第一个 对 好 所以像这样的程式呢 你会发现说 我会用LDI载入一个常数之后 把STB把它存到那个记忆体映射位置 当我STB存到记忆体映射位置的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对应的数字 那如果这个R1是3F 3F是什么呢 是0的那个七段显示器的对应 所以它把3F载入到R1 再写到那个七段显示器的位置去 那最后呢 七段显示器会显示一个0 OK 那同样的 如果今天是 是 这个 这个你 你会发现 这一个程式看起来相对的 但事实上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 CPU0的常数区呢 常数的值只能够表达 几个bit 12个bit 所以只能够表达 最多 最多是负 最多是 12个bit 大概是4096 最多只能到4096了 那超过4096 这个明显超过 所以这样子做就有 有bug有错 所以这是绝对定值的错误版 在CPU0里面你可以分段 就是我先把 某个记忆体位置 像这个0sff0 载入到R1 然后呢 再把 等一下 0s3f 我先把0s3f 载入到R1 然后呢 LDB 0s3f 0s3f是什么 是 是那个 是那个 0s3f是那个 0的 期段显示器的样式 那这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应该是先把R8 我忘记写了 我要先把R8放成这个IoBase 放成IoBase 然后这样子才R8加0000 才会定值到这个 这个最后的那一个位置 然后透过这样子 才有办法真正把R1的0S3F存到这里 所以这个位置太长了 这样做就不会 这样做就不会 因为我们用LDB先去做处理掉R8的部分 那这部分写的应该有点bug 好 接下来呢 记忆体映射输出路 你看C元可以这样写 C元的记忆体映射输出路可以这样写 Valatile Onsign CHAR信号 0SFFF00等于0S3F 这样会输出一个0到七段显示器 好 那这个Valatile是特别为 为迁入式的记忆体映射方式所设计的值的关键值 你去查C元真的有这个关键值 所以C元真的是为了迁入式而设计 好 那这个写法很怪 但是它是对的 它是先把这个转成资源指标 再去存取它的内容 好 所以一般的写法我们会这样 先把这个定好 然后变成一个好像变数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记忆体映射位置 然后再让SEG 7REG等于你要的样式 这样就会在七段显示器里面显示 对应的样式 好 那一定要加Valatile 所以这个没加Valatile会因为被最佳化掉 而产生错误 加了Valatile它就不敢最佳化 所以Valatile其实是在避免编译器最佳化 避免编译器最佳化 那就不会产生问题 因为那些它不是记忆体 那编译器会认为说 这明明是个常数 就把它最佳化掉了 结果什么都没有 所以Valatile可以避免最佳化 好 那C语言关键 Valatile关键词的用途就是 不要进行最佳化的动作 那这一个例子